嘿 今天是我們親子講究的第四週 很期待 OK 所以我們一起進去看 第四週的主題是什麼 來吧 今天你第一次來是不是 很期待 很期待 沒有沒有是很期待 還要把I 後面的音拉拉高一點 很期待 對於老公 我老公就是一個很主動的人 我就是一個很避暑的人 我就是一直讓他抱我 我不會去主動抱他 可是我知道他也很想要 我覺得那個擁抱的過程很重要 包含我現在對我兒子 我也是覺得 他長那麼高大 結郎也好好的啊 為什麼一定要抱 但是我發現不對 我覺得他也可能是需要的 我跟文州可能就是 大家會盡量滿足小朋友的一個禮物 他禮物再貴我就不去買 他買的時候不陪他玩 沒有用 他放在牆角裡放個禮拜 他就等你假日 要一起來陪他玩 所以我們想說 禮物的一個價值 不代表全部 我覺得這個陪伴跟觸摸 然後能夠的時間 我覺得這可能是一個更重要的因素 因為我說你這麼瘦小 人家一把就包走了 所以我後來發現這樣的教導 其實有點不大一對 因為他到現在 他都不敢一個人去做任何的事情 他現在其實已經要三小時 對 但是他不敢坐電梯下去 他不敢從我們家住八樓 他不敢坐電梯 然後我請他在樓下 一樓我就在一樓等他 上來幫忙拿東西 不可以 媽咪我會不見 我想說傻眼了現在怎麼辦 對 所以我覺得信任跟放手 還有正確的教導還蠻重要的 那我一直很不 剛剛有在分享說 其實我一直很不放心 小孩子做很多事情 那他們這一次的那個 暑假作業裡面有說 譬如說他自己洗衣服 他自己去買東西 我開始覺得 這個禮拜我想要做的就是 我開始要信任 然後學習讓他們 就是也讓他們信任他們 讓他們覺得這是要負責任的 然後讓他們覺得說 他是值得被托付的 我覺得 這個一個肯定對小朋友來說 是一個莫大的一個相信 那這個是我這禮拜的功課 對 今天的講究剛結束 我今天很多收穫 對 我今天被提醒到 要更多的陪伴孩子 那妳呢 我覺得我今天有一個很大的被提醒 好多時候就發現就是太少 太少就是可能我在忙一些事情 然後小孩子跟我講話 可是我還沒有看著他 我還繼續忙我的事情 然後或者是我的老公 就是你 對 對 你在跟我講話 對 就有一點常常背對你講話 所以真的我真的感覺 我又極不尊重你 又缺乏愛心 所以我覺得我需要調整 對不起老公 你可以原諒我嗎 可以可以 好 我們恢復一下 好 那 下週 第五週 兒女的界限 4點半見 Bye Bye 把愛給出去 Mission I am Possible Yeah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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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